欸 小卷 我跟你換位子欸 欸 我不好 我跟她說 我跟她說 不好意思 你們要先坐下 我們起飛後再換位子好不好 我們一起喔 我這邊有點濕了 不好意思 先坐下好不好 先坐下 沒有人要理我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嗨 大家好 我是蔡 好久不見 最近呢 很迷於遊戲啊 所以這個空姐的影片就有點小delay啊 不過沒關係 今天就來了 而且我覺得今天有一點點的給她兇 哪裡的乘客最討厭 今天就要讓大家來排名一下 基本上我會把事件講出來 讓大家在下面排名看看好不好 每個國家一定都有討厭的人啊 也不代表說全部人都是那樣的 說了這麼多 你最討厭哪個國家 有一點最討厭的還是 印度人吧 但是我最喜歡飛印度班 不是很矛盾 我不喜歡 但是我還是會飛印度班的原因是因為 印度班好飛 我忍忍就過了 可是要看哪一班 因為有些旁班客人算蠻禮貌的 譬如說你飛澎北 客人其實都是蠻nice的 但如果你飛到的是去德里 中間又停泰國 哇 不得了 買春環 在後面的經濟艙根本就像打仗一樣 他們會非常瘋狂 跟你要威士忌 Coke 然後我覺得要酒真的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問題是他們也會拿出他們的手機 然後就開始看他們要叫哪一個小姐 也營笑得很開心 重點是為什麼我討厭 因為我被摸過屁股 幫他們弄酒的時候 他們就會用很隱晦的樣子看著你 然後他們叫你的時候就會想要探你的屁股 可是我就會覺得很不舒服 我就會跟他說你不要這樣子 更有一次是怎麼樣 要下班機了 當大家下機的時候 我們空服員基本上從後排 開始每一排檢查 乘客有沒有遺留什麼東西 很多人就喜歡最後走 他就站起來他很高 他差不多快190公分 算帥的中東人 然後當我走上去的時候 他就拿起他的東西 不往我這邊走 他就越走越近 我已經感受到我的胸部 就跟他的肚子快貼在一起了 然後他就問我說 你想跳支舞嗎? 我們有兩個愛喔 所以我右邊這一道的同事 他已經先走上去了 後面等於是沒人的狀態 我就頓時一直後退 已經後退到廚房了 還好看到一道曙光 我的同事從下面走回來 他直接大叫他說 SIR! 你要下飛機囉 然後他才很不情願的轉頭 往那邊走掉 我想說天啊 如果我的同事沒有轉頭回來的話 是否 你的表情剛剛怎麼有點享受 你有好像有點期待 我沒有期待 我當時其實真的很害怕 我還想過我要怎麼阻擋他 我說啊不要 你剛才那個不要可能會造成他更大的欲望 啊是嗎? 還有一次我自己在印度啊 我要出去你知道嗎 住那個很好的Hotel 我走不到三分鐘 我立刻轉彎回來 為什麼? 因為當時我後面已經跟了差不多一百人以上了 你是老兄弟要去打家 沒有 他們就跟著我 然後一直跟在我後面 然後一直想要跟我講話 我覺得跟國家沒有什麼太大關係 可能就是文化牽扯吧 我也不知道 好啦那我講下一個 我跟你們說 只要我們空服員被排到新加坡班 都是沒有那麼喜歡的 而且盡可能能換掉就把它換掉 我寧願非印度班 我先講第一個立題好了啦 就是我的同事 他長超級漂亮很溫柔 跟大家講一個小tip 你們知道我們分食物會先分級別嗎? 所以我很有可能是吃人家吃剩的嗎? 不是 其實我們在飛的時候呢 不管商務艙或經濟艙 只要你的卡級別是夠高的話 上面的姐姐會先來打招呼 給餐的時候會先問你說 等一下你想要選哪一個選項 可是當你前面商務艙全部都是鑽石卡的時候 沒辦法分啊 所以只好大家都一樣啊 然後我記得每次飛新加坡班呢 或是馬來西亞班 我們有時候都會有一道菜叫做拉薩 可是那一道就是不夠啊 我們每一個班機都會只有幾個而已 輪到那個客人 他說他沒有 就請他選別的選項的時候 哇大爆是要直接三隻金馬 也問候我那個女生朋友的老母喔 還要跟他道歉 然後回去那個廚房後面 然後就哭了這樣 撞頭戲來囉 有一次 還好又不是我 結果我在飛機上車子 剛剛那個有點心災樂禍喔 我沒有心災樂禍 我只是覺得我 好像大家比較少惹我還是怎麼樣 搭檔有點都很衰你知道嗎 有一次 因為我們公司訓練不管做什麼事情 我們都是用英文在交談 為什麼會起外籍員工呢 就是因為有時候 可能不是每個人都會英文 所以我們能用我的語言去問候 問候他老母 去問候這個乘客 他們會覺得心很暖這樣子 於是 我那個妹妹朋友他就過去 他走過去他剛好看到 他的小朋友在跟他用中文要東西 他說他想喝蘋果汁這樣 於是我同事 就很有禮貌過去問那個媽媽說 不好意思 陳太太 就是想要蘋果汁這樣子 然後他爆氣 直接對我那個同事罵 你現在是不是歧視我 你為什麼用中文跟我說話 他講這一段的時候是用中文還是用英文 他用英文 所以他覺得他用英文很高尚就對了 不是 他覺得他種族歧視 你憑什麼用你的肉眼看到我是亞洲臉孔 你就篤定我會講中文 你不覺得這有點過嗎 可是我跟你講這件事情 還蠻常發生的 就是有關於人種的問題 我不知道 可能有新加坡的觀眾 如果比較了解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講 然後我那個同事他就 就只好跟他道歉說 喔沒有 因為剛剛聽到妹妹用中文跟媽媽講話這樣 然後他說 你們就是要專業啊 在任何時刻 你應該是先用英文 如果我們用中文回你 你再用中文回我們就好啦 然後他直接叫我們老總出來 但那個很精彩耶 他是噼哩啪啦罵他一大段 最終於知道我剛剛為什麼 還好不是我了嗎 我真的會拿球棒打他我跟你講 飛機上裡面是有長球棒的 我每次上去都我放在行李箱裡面 因為我覺得這真的太咄咄逼人了 這個值得討厭嗎 這個值得畏懼 真的會害怕上新加坡的那一個航班 那下一個 大家應該就覺得外國人比較chill 覺得說他們頂多就是喝醉 胡鬧 我跟你講我飛過幾個澳洲航班 澳洲航班的澳洲客人其實不好搞耶 澳洲人感覺都很peace耶 我也是這麼覺得啊 很樂天的感覺 為什麼會有這個經驗呢 基本上我也不太飛澳洲班的 第一個我覺得時數太長 他沒有時差制 所以呢你只放一天的假 很多人喜歡因為他想多飛一點 可以賺多一點錢 像我這麼如此懶惰之人 絕不這麼做 我要在家打電動 剛好被排到這一班 Standby被抓過去了 結果上了飛機之後 我剛好就碰到一個客人 先生不好意思請你下安全帶 這個椅背要素質喔 他就突然轉過來罵我什麼 F off 你給我發發給的你知道嗎 他下一句跟我說什麼 你不應該叫我做什麼事 他說我是付錢買機票的人 不可以命令我 他說的還蠻有道理的 是不是 你又覺得好像 好像我又有點命令他 可是我又不得不命令他 但澳洲還有出現過什麼 讓你覺得不太好的經驗嗎 譬如說 先生 你要吃雞肉麵還是牛肉飯呢 他會跟我講什麼 你為什麼要我選擇 他又說現在不是 現在不是你是boss啊 服務的那個人 應該幫他先處理好 就是特助的感覺 對那你要怎麼回 就是啊 因為我不知道你的喜好 我怕你不能吃就是牛肉 然後我們有vegetarian 所以 然後最後我就跟他說 我覺得這個東西比較好吃 那我給你這個 那你要不要配個可樂 我就不讓他選擇了 全部把你配好 那開心了嗎 OK啊 他就OK了 這個我們講完了 澳洲就是怪怪般 會問怪怪的問題 來下一個 這樣子 我覺得大陸還好 但我很多朋友是受不了 但我自己是OK的 因為我覺得他們一開始 就不會像牽扯到要叫老總出來 或是要告你的問題 他們不會 他們就是說 欸小卷 我給你換位子 欸我不好 我跟他說我跟他說 不好意思你們要先坐下 我們起飛後再換位子好不好 我們一起喔 我這邊有點濕了 不好意思 先坐下好不好 先坐下 沒有人要理我 可是他們很可愛 你是可以對他們生氣氣的 你可以兇他們是不是 對 我就會說 現在要坐下 等一下才能換 哇 小姑娘要生氣啊 聽他的啊 你們知道其實換位子是OK的 但是通常他們就不太聽你講話 換位子最麻煩的是什麼 你們知道 找到人 或是給錯餐點 餐點的問題 餐點的問題超級麻煩 因為他們可能有訂什麼特別餐 什麼餐 全部我們都是照座位的 你只要換位子 基本上我們很難找到人 大陸這邊的乘客還會有什麼有趣的事情呢 其實他們都蠻會跟你道歉的 只是他們會製造很多麻煩而已 你就說他們製造完麻煩之後再道歉 對 然後他們又是把它做好 就是你要花時間比較多在這上面 然後垃圾偏多 因為他們會帶自己的就是什麼花生啊 會有非常非常多的家鄉食物上去 然後大肯特肯完之後呢 他們會丟在地上 我剛剛一剎那想說垃圾特別多 我想說你 沒有沒有沒有 這一集我做的很像 比較愉悅的影片 而不是爆氣的影片 你懂嗎 所以非大陸乘客的班的話 會有點像是安親班老師 就不是討厭的 只是這一個班會比較凌亂 你上來就像打仗一樣 還有他們廁所非常凌亂 非常髒 馬桶在那邊 他不一定在馬桶上面上廁所的 他在地上上廁所的 所以這班我每30分鐘 如果戴了手套 然後就把地上擦過 因為尿全部都在地上 所以我就是蹲在那邊 把那些尿全部都擦起來這樣子 然後也有排泄物是在地上的啊 有可能他的擴躍機太擴了 我覺得現在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剛開始飛的時候 我們會做一些觸小班機 所以他們可能是真的沒有出過國的 然後他們是第一次出去玩的 所以他們比較不知道 好 我們接入下一個 其實我還有兩個可以講 香港人比較冷漠一點 他們比較一副高高在上的感覺 通常做前面的乘客 他們可能會帶佣人 然後佣人也要做商務艙 因為佣人也要做照顧他的小孩 然後如果你跟他說 欸 陳小姐 這個東西怎麼樣 他會這樣 不是 那個是什麼意思 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清找我們家的佣人就可以了 整趟飛機 沒有跟我講過任何一句話 所以 你會去嘗試要跟他講話 不會 我會嘗試繞道 最後一個想分享的是 我們台灣人啊 哎呀 某一些台灣人特喜歡 上飛機 就叫你搬行李上去 又要跟你說 你不知道我是誰嗎 就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誰 除了這個以外 他們也會非常非常喜歡 比較航空公司 我是做那個花花航空的誰誰誰 然後我認識花花航空的誰 或者是我是常擦航空的 什麼什麼卡色的人 所以你們應該對我特別照顧 再非常碰到 他會先跟你講他的來歷啊 什麼卡片啊 然後他想要追你 他想跟我要的電話 然後 特愛他的小朋友 他可能已經在貴賓室吃一輪了 然後上來 他還要吐夠喔 還問你有沒有多的 可是我後面整個花生整袋拿給你好不好 喜宴那個菜味文化 包菜啦 以上大家 請大家來排個順序 你覺得哪一個是你最不喜歡的 在下面留言給我好嗎 那我們大家下次見囉 掰掰